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股壇事件 我是主持林郡宇 在我身邊有蕭穎青先生和C基金的基金經理李浩德 兩位一個星期回來,股市又掉了頭 近來有出現明顯股壓 其中美國出現夾空的情況 有幾隻細價股 幾天內升了以倍數計的回報 浩德,究竟發生甚麼事,可以跟觀眾簡單解釋 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這幾個星期的集中點,是美國的比較小股票 成交和股價走勢非常零利 大家的散戶的參與度很高 部分股票升得很厲害,令市場有些過份亢奮 同時,有些當地美國的沽空基金 就開始說股票太貴了 不應該這麼貴,所以他們沽空了 出來說 傳統的這些,大家都習以為常 這次比較有趣,散戶的力量實在太大了 尤其是過去幾個月 美國的散戶,透過參與期權的操作 其實賺了很多錢 跑贏很多基金經理 在這段時間,他們反而留意到一部份傳統基金經理不喜歡的股票 甚至乎會做一些Pair Trade Long Short的股票 他們看不到的股票,其實淡倉比率很高 例如大家聽過,GME,Game Stock的股票 AMC,關於電影院的公司 他們淡倉比率很高 這段時間,尤其是他們有透過社交媒體 在那邊有些論壇 大家說這些基金經理的淡倉看法 其實大家可以所謂的short squeeze 中文叫做夾淡倉 一起買上去 因為他們看到部分的股票 其實沽空比率是超過100% 因為美國和我們香港 股票市場的運作有些不同 例如他們對於借貨、recall等操作比較彈性 當很多的沽空盤已經累積在裏面 短時間之內,他們透過買正股 買入這些call options 其實會令到市場短善價之內 出現一個膨脹的速度比較厲害 可能有部份的股票比較出名 今年到現在已經升了幾十倍 初期是一個比較小規模的事件 慢慢引發到不是單一日的股票 越來越多成為一種趨勢 甚至乎連拜登政府都要出來說 關於這件事要處理一下 最新的消息 昨晚已經開始 許多交易商開始不再交易那部份 所謂散戶追捧得比較多的股票 希望能夠將形勢暫時壓制一下 這件事其實是 有互聯網才會發生的 歷來都是大戶持續 誰手上資金多 誰最後贏出的機會都大 在互聯網世界 可以有一個平台匯聚眾多的散戶 會形成一個意志力 互聯網世界 這樣做是可以的 我覺得這件事之後 可能陸續會來 散戶本來沒有什麼力氣 但它回了數以百萬計 其實現在美國 因為今早我做了少少資料搜集 現在美國的交易時段 比例都差不多一半 交易時段以外的交易,大部份都是散戶為主 我以為 Over the Counter 都是專業人士,才有機會出現 反而散戶在交易時段以外,參與得很高 另外一個統計 你可以看到,美國最新期權參與度 比例 散戶已經差不多到六成 其實過去幾年都可能不低,四成左右 這一兩年,急劇盤轉得比較厲害 剛才施先生說得比較好 因為近幾年,交易擁金跌了 現在手機炒股票的Apps 街面又很方便 和以前還要打電話 所以 散戶,假設他們能夠重置成城 力量比以往大了很多 因為這次都證明,他們是可以成功夾倒 那些對沖基金 都不夠 他匯聚的是群眾的力量 他亦可以透過網上 好像教社會運動 一個號召,齊齊啟動 我認為,會有人吃過翻層美 昨晚,不單止股票 合作人一起去炒 虛擬貨幣 甚至白銀 昨晚,為何突然 提升得多 因為有些論壇 他們的論壇,叫Wall Street Bet WSB 本身是社交媒體裏面的群組 整件事就在那裏開始產生 有些人留言,看到部分 股票和資產 他們認為,不可以供傳統大戶專利 現在他們不停吹雞 熄過翻層美,連昨晚都開始 有不同的 asset class,他們都開始做 似乎 當權者 建制 對這些行為 有所顧忌 否則 這些是市場活動 連政府都要出面 似乎不算好估計 想打壓他們的傾向 我們剛才提及過部分的交易券商 尤其是散戶 用得比較多 美國很多人用羅賓巷 其實就是他們散戶的其中一個比較大的平台 他們自己都暫停部分相關的股票買賣 IB 香港的朋友比較聽得到富途 他們都暫時將那些 只可以購買 只可以沽,不可以購買 這些會否是政府給予一定的壓力 我相信 第一,本身券商都有風險控制 因為他們的孖展 如果波動太大,有機會追不及孖展 就會斬倉 直接追個人 美國的白宮都開始關於這件事 不單是政府內部 上下兩院的議員都可以出聲 看看這件事會否帶來一些不可收拾的後果 因為政府,我相信是 希望跟幾個大壺打交道 叫他們來開會 以前試過關門,你們談電才出來 這樣都行 如果數以萬計的散戶 要怎樣處理 所以我相信政府不想 希望群眾有四樣 我想追問 豪特 雖然是甲空事件 但是 究竟 對沖基金在當中有沒有犯錯 為何可以 那麼短時間 即使是預計不到股價升得那麼多 竟然可以去到破產,甚至住資 我想去到現在這一刻 大家留意過 幾隻股價升到很誇張的股票 因為市值 即使升了那麼多倍 其實對整體市值來說 都不算很大 所以 暫時來說,受影響的都是個別基金 對沖基金 過去幾年 他們有一個挺有趣的操作 由於很多散戶 希望刀仔巨大樹 所以在期權市場上 不停買入一些認購期權 看好 究竟哪些人賣給他們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一些機構投資者 其實他們覺得 散戶如果純粹是跟紅頂白 或者是很衝動的買股票 一聽到新聞 就打算買刀仔巨大樹買牛 結果可能兩天之後 當大家的意志力消散 就會平復賺錢 所以他們過去幾年 都是用這個方式 可能 他們用一些所謂的 他們買入自己的基金經理 認為自己認為是好的股票 一些質素比較差 他們就可以沽空 一直都相互無事 因為 即使市場變化 或個別公司的波動 其實他們都有一個 一般情況下 都能夠搞得好 但是 去到今次比較 規模那麼大 以及局動力那麼強 可能過往 依賴的一些風險控制 或者是一些股價 或者是不同的 asset class 的correlation 很多對沖的方法 其實就 未必能夠可以處理得到 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他們有部份基金 就沒有止虧 沒有出現止虧 譬如說 大家都知道 其中一間 其中一間公司 我就不會開名 不過大家很容易都查到 可能 在Gamestock 上 其實就 單單因為 在沖空那幾天 其實是升了很多倍 他在今個星期二 都自己都出來說 決定將這個 沖空盤投降 但是其實 聽聞 其實他的基金 因為這段時間 夾倉的活動 在三個星期之內 應該已經跌了三成 根據媒體的報導 我的想法就是 他們經常過止虧的情況 風險管理就不能夠配合 一旦遇到一些意料以外的事 其實他們一些傳統 以為可以 行之有效的風險管理 都出現了一些意料之外 照計沽空 沒有理由不放置止虧架 即是 你 駕駛長的 你就可以 有一個跌下去 有一個底 跌到沒有了為止 升 是開始無限的 你一定是有 止虧位劑 我想是 有兩個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 我想很多基金經理 都低估了散戶 今次的 中資承成的動力 他們的買盤 都真的可以很強 跌加 整個市場結構 近幾年因為散戶情況 急劇膨脹 其實如果單一 一兩個基金公司 可能都不夠打 第二 我想他們 因為沽空比率太高 我剛才看過 香港 幫香港朋友理解一下 香港因為 你看不到的股票 需要借貨 聯交所有的規則 亦有所謂的uptake rule 即是 沽空有不同的限制 那邊又不是 你見到 今次 他們 所謂追擊 今次是散戶追擊基金經理 看到 沽空比率 有些是很高的 甚至乎超過100% 所以即使他們想止蝕 即是在市場述工 買貨 將對沖盤 沽空盤 平倉 其實他們的速度 就不夠快 或者基本上不夠貨 再加上 美股本身 衍生工具市場 和證股市場 其實兩邊都很大 有一點是火燒聯盤 一旦可以失控的時間 證股開始膨脹 引入更加多的資金去期權 期權 在出現的時間 我們聽過 技術少少少 很多所謂的 Galma Trading 因為當正股急劇膨脹 的時間 本身參與市場的經銷商 市場參與者 其實他們都會產生一個推動的買盤 所以 令到為何突然之間 所以好像他們措手不及的原因 詩先生 剛才你提到 互聯網 其實是越來越強力量 但是 未來似乎都是 繼續發展 可能會越來越強 會不會擔心 或者這種散貨行為 未來會影響整個金融體系 或者遊戲規則會不同 我覺得是一個 值得關注的議題 現在剛剛開始 未曾觀察得 很清楚 但是 起碼是 會成為市場 一股力量 浩德,你會擔心 這個火燒連環傳 在美股是剛剛開始 接著這幾個星期會更加激烈 我覺得 剛才我們集中說 都是那幾隻股票 大家如果想詳細留意 可以直接去 羅賓漢的網站上 究竟哪些是 省會參與得比較多的 個別股票 但是 現在我看到 由於 暫時來說是幾個單一事件 不過 由於 其他基金公司 即使他們沒有受到 直接牽連 我觀察到 市場出現 比這兩天 亦都影響到 整個環球股票市場形勢 就是因為 大家都怕 夾倉 未夾到自己的地方 所以 這幾天出現了 幾大規模 所謂的 Degrossing 很多基金經理 將無論 好倉和淡倉 都收勢 令到自己的風險控制好一點 例如昨晚 星期四晚 美股的正股 和衍生股市場 的成交 是創新高 不過是否 看淡的市場 亦都不是 我解釋清楚 因為 當基金經理 沽了正倉 看好的股票 市場有沽壓 不過同時 是平緊倉 將沽空股票 買上去 所以你見到 指數雖然都是弱弱的 但其實 整個背後 整個故事 市場 都將他們之前 賭得太大了 因為 兩邊都賭 現在大家慢慢收勢 我覺得 這個行為 應該 未來幾億 都會在市場上 反映到 但你說 其實有少少是 技術性的原因 我覺得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 2018年 1月份 如果大家記得 3年前 1月份 都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當日 VIX 即恐慌指數 突然急升 令到 很多基金 由於 恐慌指數 抽升 他們很多風險 措施 會開始 打開掣 例如 要將風險倉位 減低 突然間 市場有很多人 將倉位 收勢時 對市場 會有一定的震撼 不過 如果 這個技術因素 可能大約要用一兩個星期的時間 消化 那次 短時間之內 如果捱不住 其實對於 投資 影響到大 但我覺得 這不是 將市場的 意欲和購買力 會完全消耗得太重要 所以 我覺得 這兩個星期 都要小心 但是 我自己也不會覺得 應該過份悲觀 未轉勢 是嗎 我覺得是 我自己 都仍是 主方向 都仍是看好的 是 這次 夾倉 就是 技術性因素 多些 不是基本性因素改變 現在 因為 沽空的部分 被夾 他就要拆倉 如果他做了 Pair Trade 即是 同一個行業 一邊就沽他 一邊就駕他 那邊就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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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也要駕駛 如果不是 持倉量 就增加了很多 所以他為了減低風險 就將一些 好投都駕駛 這樣就 好像指數 下來了 但是 完成了這個行動之後 我相信就會恢復正常 這就是 美股方面 其實不是美股跌 A股也跌了不少 跌得應該多於港股 如果 一月份 因為今天剛剛 一月二十九日 就是 今個月月月跌 我剛剛看 美股就未完 因為今晚還要出現 港股大約是恆生指數 升了3.9% 雖然今季拜 其實胡了不少 還是有升 都是升了1000點 A股如果你看CSI 沒有港股那麼厲害 A股可能都是升了1-2%左右 即是回落的時候 他回多了 A股回落 我相信 和市場上 全中國政府 會收緊貨幣供應 這件事是真是假的 應該是 我相信 略為緊一點 我相信 態度上 但是 是代表 中國政府 還可以 做一些 易市場操作 即是經濟熱的時候 他就 膽敢收水 這會令到 經濟 持續發展的能力 高一點 最怕你鬆開 縮一點 你都害怕 一縮就害怕 你便變成一個政策 不能回頭 好像美國 QE之後 一直都QE 你變成一個息 越來越低 聯儲局 調節經濟的能力 越來越弱 中國政府在這個時候 能夠縮一點 令到他將來調節經濟的能力強一點 亦都代表 內地的經濟情況 相對穩陣 我覺得 股市不應該是壞事 只不過是 短期出現一些調整 長遠 對經濟、對股市都是有利的 香港的 股市來說 PE 都低於 A股 所以我認為 這次調整,雖然幅度大一點 加上美國的夾倉 連續跌了 整個禮拜 我自己 都未曾打算改變 今年看好股市的基本判斷 我認為 下個禮拜再調整一下 應該會有反彈 之前兩集有提及排紅 美匯指數可能會繼續跌 或是 人民幣偏強 但跟來 這個走勢有少少是停了 甚至乎有少少是逆轉 會不會擔心排紅的力量 沒有之前想像中那麼持續 令到未來股市的動力 即使可能仍然 向好會減慢 好得點問題 第一,排紅的概念 要大陸本身水多才走下來香港 剛才阿施先生也有提及 現在 國內 大家都很關心流動性 例如說 我自己看到 很短期的流動性 其實就是會緊張 如果參考國內的銀行刷息 如果你說隔夜刷息 由月中的1.5厘到最新的3厘 在過去兩個禮拜後 升了1.5厘 如果去到長一點 因為月長 波動性比較小 但一月和三月份 過去這兩個禮拜 差不多升了半厘 但比較長 10年的國內國債 其實是比較穩定 我自己覺得 都是一些很短線的資金成本 可以抽升 就不是一個 比較大規模的收稅 如果國內短期資金有緊張 當然對排雄下來香港 會有少少影響 不過 如果看回今週 例如我們看得仔細一點 那些所謂北水排雄會買的股票 比如騰訊、美團、港交所 其實他們的 北水買入的速度 並沒有因為市場 這段時間調整 而真的會慢下來 所以我覺得 大市上是大家覺得停一停 因為這個禮拜大家的印象比較深刻 農曆年近 通常會緊張一點 因為 過年關 通常我們公司 都是農曆年前 盡快追溯 那些人一般 想在農曆面前 找了筆數 資金會緊張一點 最後還有少許時間 多問施生的問題 這幾天都有不少客戶 都問過我們 施生近來看樓市 看得比較好 預計今年會升 約15% 施生會否趁有少許時間 跟觀眾解釋 你的看法的原因 其實我認為過去那段時間 大部分消息都是對 流視不利 譬如政治上 之前社會運動 香港有一定的撕裂 拉來美國的打壓 亦都令到香港的角色 受到質疑 以後還有沒有發揮 都有移民 接著疫情發生 又失業 有些行業 很辛苦 工資亦沒有那麼多加幅 對負擔樓價能力 都有影響 所以樓市一直被壓制 我首先判斷 現在樓價是一個 受壓制下的樓價 又是被托起的樓價 我覺得它是一個 受壓制下的樓價 如果接下來的消息 跟剛才我說的 不利消息 是逆向而發展 例如香港的前景不好 沒有角色扮演 但實際上 中國的情況 其實 外循環都沒有怎樣差 之前我都說 貨物的循環 資金的循環 將來開關後 人流的循環 都可能維持 如果中國的外循環 沒有萎縮 仍然有增長 香港扮演的角色 不會少 例如香港 連金融中心都不能做 但實際上今年 股市交投 增加了很多 證券行業 都是得益的 金融業 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些消息 出來 原來香港還有角色扮演 隨著疫情 陸續好一點 經濟恢復的時候 樓市沒有這些壓抑 就會好一點 所以我看好一點 明白 所以各位觀眾有興趣 買樓的話 近來要密切關注市況 我們今集時間到這裏 大家記住 如果你對私基金有興趣 可以打電話給我們 或者去我們的Facebook 或者YouTube Live 去看我們的視頻 或者文章 我們下一集再見